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翻开经本 第115页 第3行 离二口得成就八种敬业 请看经文 父赐龙王 若离二口即得成就八种敬业 何等为八 一 言不拐度 二 言皆利益 三 言必弃离 四 言词美妙 五 言可成灵 六 言则信用 七 言无可激 八 言尽爱要 四 为八 若能回向欧妞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厚成佛实 聚足如来 幻音身相 五 言 词美妙多罗三菩提者 我们今天是二零二世 佳成正月初六 大家荣年吉祥 今天在台湾大陆地区 开始上班了 也刚好我们双西山上 悟到上山 主持三天的复国习斋 法会 新加坡 新加坡 赴来成吉祥一行五人 也参加了三天 今天下午回到新加坡去了 今年这个龙年 我们刚才念这一段经文 《护赐龙王》 《十善列道经》 佛在龙宫讲的 针对龙王讲的 现在在网路上有很多报导 这些议员家 这些看相算命的 这些时事评论的 也都讲到 今年这个龙年 充满了变化的一年 龙代表变化 要往好的方面变 还是往不好的方面变 关键在人心 人心都能够断恶修缮 修食善劣 那么今年这个 会有大幅度的 往好的方面来变化了 如果人心不善 继续照十二夜 那当然就变得更不好 这个关键就在人心 所以今天龙年 我们讲到《十善列道经》 我们感触特别的深 那么这段经文 互斥龙王 佛再给龙王讲 也是给我们大家讲的 那么这段经文主要是讲离二口 用离二口 得就是得到 能够得到成就八种敬业 这个八种敬业 对我们练佛人来讲 关系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修练佛法门 我们成为敬业 讲到敬业 我们就想到 《佛在观无量寿果经》 给韦提希夫人讲 这个敬业三福 要往生极乐世界 还没有教韦提希夫人 念佛的方法之前 我们先给他讲 要先修敬业三福 这个敬业三福 就是三世诸佛敬业正音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都是 这个是 共同科目 共同科目 没有一尊佛例外的 所以称为三世诸佛敬业正音 那么 所有一切法门 也都是修敬业 都是修清净心 那当然我们净土法门 那是修清净心 敬业三福低福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这个敬业 那么我们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信念念佛 也要修散 无量寿经 在这个往生正音 佛也给我们开示 若不能大慈经戒 要当作善 就是 你做不到 那个慈经 慈戒很惊严 那么也应当要修散 做不到这个慈戒那么高的层次也应当要修散 因为慈戒在敬业三福是属于第二福 属于第二福 那层次就比较高了 那么我们做不到第二福 基本上也要做到第一福 第一福 那这样信念念佛 我们才有把握往生 所以这个三福配无量寿经的三倍 也这个经文去比对对照都是很相应 如果你做到第一福 在信念念佛 那往生就下倍 如果你能做到第二福 信念念佛往生就中倍 如果做到第三福 这个发菩提心深信英拱读诵大圣 那么这个就上倍了 上倍了 三福都能做到 那就是上倍 如果只能做到第一福第二福 第二福受辞三规 居足终结不换归 那慈戒了 无量寿经讲大慈经谢 那么这个信念念佛求证净度在中倍 那么只能做到第一福 那么下倍 就是说起码要做到第一福 这样信念念佛 那么可以下倍往生 这个第一福也是我们助修 就是我们念佛是正修 这个断二修善是助修的 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了 那么这个口业很难修 在无量寿经就讲到了 我们大家看了 看这个解药第一条 一 如何成就敬业 特别对念佛法门而言 欲敬其心 先敬其口 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善户善业 第一是善户口也不及他国 那这个 我们敬佛和尚在这边给我们提出来 我们修净土就是敬业 那实际上这个敬业三福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需要 都需要 那不是说只有净土法门 修禅 修密 修教 各种法门都是修敬业 都必须要修敬业三福 那么敬业三福是共同科目 任何一宗都需要 那当然对我们念佛人 是特别对念佛法门来讲 欲敬其心 先敬其口 这个也是 要帮助我们心清静 这个先敬口 敬口业 所以有一个咒语叫敬口业真言 念这个咒 让我们口业能得到清静 那么这里举出无量寿经 在无量寿经的确 我们看到它这个排列的顺序 跟其他经典都有点不同 一般讲深口业 深夜摆在第一个 那无量寿经呢 把那个口业跟深夜调过来 先讲口业 敬户口业也不及他过 那么无量寿经 把这个口业调到第一个 也是提醒我们 这个三夜当中 这个口业最容易犯了 因为我们天天都要讲话 那很容易犯 那么要讲话呢 那就很难 你犯这个口业 特别这里 这个口业有四种 这个十善烈道经 分得比较详细 那么这里是讲恶口 恶口这个页 这个恶口的页 也就是说话粗鲁 我们看这个第二 翻到116页 第二条 恶口就是说话粗鲁 因生态度 持继难以入耳 用命令的语气 重难是你的下属 充其量 也是表面不得已而服从 心里还是不服 那这个是的确的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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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话粗鲁 那么讲话的音声 态度 用的词句 让人家听得很难听得进去 让人家听得很难受 很难过 这个 在我们 生活当中 常常 遇到 有 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恶口的袭击 有这个恶口的袭击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过去早年我在 九美法庄图书馆 那么 有出家众 看柜台 那也有 在家众 我们到社团 搬到这里 信义路 刚刚开始 有一个在家女居士 那在图书馆都是出家众看柜台 那么 这个 常常这个同修来给我告状 讲得苦苦啼啼的 就是 那我就去讲了 说你对人家讲话 櫃台 接待的 讲话要温和一点 不要那么粗 那这个有一两个 有两三个 两三个 那那个 就是 讲话就是 他是很不客气的 那么他就给我讲了 他说 我说话就这么直啊 那说话直是好事啊 这个没有弯弯曲曲的 我说话就这么直啊 我说你那个不叫直啊 你那个叫冲啊 我说你又没有吃过冲菜啊 那个冲菜啊 那这个冲菜啊 那这个冲菜啊 日本人去把它做成 哇沙米那个 吃了 蘸东西吃啊 就是很呛的 很呛 很呛 所以他不知道了 他以为我讲话的 我很直啊 有什么讲什么啊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我这样讲啊 对方啊 他听了 能不能解锁啊 他听了会不会难过 他没有考虑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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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这个 用这个词记啊 也很重要 一个态度啦 你什么表情啦 你我胸巴巴的 他看得好像欠你多少钱 那 所以在这个柜台啊 就是这个第一线啊 接电话啦 接待人啦 是要不要有恶口啦 不要有恶口 有恶口的习记的人 他就不适合担任这种 柜台接待工作了 特别是接待人啊 接待的这个工作 这个关系很大 这个关系很大 那么用的词记啊 也要用的好啦 像我们过年啊 都要讲好话嘛 都要讲好话 所以昨天 有一个 我们山上有法师啊 他就讲他要告假啦 回去家里啊 照顾他老父亲啊 现在这个外劳啊 要回去啦 每年照顾 那我昨天我要下山啊 我问他呢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呢 他说三月份啊 说我上去再去做一场法会啊 他就参加最后一场 他就最后一场 做完他就回去了 我说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啊 不要说最后一场嘛 这个讲话呢要学啦 还有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话 我们会讲一句啊 我们最后一次在哪里见面 是不是要再见了啊 最后一次 那个 那个听起来 让人家感觉 最后一次好像以后就没机会再见了 最后一次了嘛 是不是啊 你用这个词 所以我是给他改成啊 最近一次嘛 那这样不是 听得不是很好嘛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最后一次呢 最后一次是你后面都没有啦 才讲最后一次啊 如果你要见面那不是最后一次啊 那这个用词不当 这个也很关键啦 所以我现在讲话呢 也都是很斟酌的啦 很斟酌啦 就是要学习啦 那么这些 在生活当中我们 大家都要学 有一些人啊 他这个口气不好 不代表他心不好 有的人他心很好 他掏心掏肺的 但是他就是这个 恶口的习气啊 他口气不好 讲话就容易得罪人 让人家听你难过嘛 所以这个也要修啦 修 修行就修这个嘛 那么如果你远离恶口啊 那你的人脸就会很好嘛 那如果恶口啊 那常常得罪人嘛 常常跟人结宴 那么这个恶口 有时候跟人家结宴啊 也会结得很深 自己将来啊 被人家害啦 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为了 又听你一句话 他怀恨在心 这个自古以来啊 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例子 所以在元寿耀元讲啊 力道割体浓一合啊 但是呢 恶口伤人就恨难消啊 恐怕他去你一辈子啊 去到死啦 他都还在恨啊 所以这个强患啊 要很慎重啊 这个都要学的 那么特别用这个命令的乙气啦 命令乙气 命令乙气就是 你的孝鼠啊 这个充其量啊 也是表面不得已而服从 心里还是不乎 这个也是人子常情 但是有一些人啊 你好好跟他讲 他就不理你啊 很有这样的人喔 那你说好话讲的 大家都会接受 有一些人他就是 他就不理你啊 不管你啊 所以过去啊 我们牢上在图书馆 那韩馆长是 常常代表黑脸的啦 那么特别在那个 在那个民生大楼啊 什么样的人都有 要去收管理费啦 有一些人啊 他就不交 所以馆长去啊 一拍桌子 一骂 乖乖交出来 那有时候啊 你这个办事也不能不这样 所以这个还是有他的开言啦 所以要看情况 要看情况 当然你不能够 看到人通通是 凶巴巴的 呵呵呵 那也是 那也是为了办事啊 那么在我们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 不要有恶口的习气啦 也不用 好像去命令人的 但是啊 有一些地方啊 你跟他讲他不甩你的 你就不得已要用命令 像我以前在当兵啊 我当炮兵啊 那么 我们当兵的 那么有新来的新兵 新兵他是大专毕业的 他一来 他大学 我们是小学的 那一来啊 大家就是说 新兵来了大家要扫地啦 他就不扫 因为他是大学 我们小学要扫 我们那个 副院长啊 他说 不可以 有特权 呵呵 你大学小学 通通要扫 都要扫地啦 那讲不听啊 那后来我们那个班长啊 讲到后来没办法 把那个因果报应都搬出来 我三有三炮 二有二炮 那这个 这个时候呢 那些班长啊 那些他们不得不用命令的 不然他就不干了 不管大家也说 他都不干了 我们也不干了 那通通 军队又指挥不动了 那怎么打仗啊 所以这个 我们 读了这个啊 也要知道啊 他的全变 所谓通全答变 借力有开车吃饭了 开车吃饭 像这个 颜了凡先生 这个家庭世信啊 这个积善之方啊 这个 这个四篇实在 印光大师 推荐的 你具有他的道理 真的这个是 这种文章啊 那个毅力啊 非常 扼要 给你们说明 明朝以前啊 元朝啊 中风国师是元朝的人 有一些鲁僧啊 去请问 读书人啊 去请问中风国师啊 我们常常做生事系念啊 那中风国师都要 比较熟悉啦 那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中风国师就考试啊 考试这些学生啊 读书人啊 你们来说一说 那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啊 你们都是读书人啊 知识分子啊 那有的人就说 他说 敬人理人是善 那对人不礼貌 这个就不善 那一个说呢 你赞叹人啊 说好话是善 那骂人啊 那就不善 那两个讲啊 那中 那又一个讲了 这个连结是善 贪就不善 那我们一般就是认为是这样 你骂人那不不好吗 不善嘛 贪污不好嘛 连结好嘛 那你尊敬人 这是好嘛 你对人家不尊敬 但是不好 就不善嘛 那我们的常情是这样 那中风国师回答说 未必然也啊 未必然也啊 未必然就不一定啦 那不一定啊 那不一定要看状况啦 他说敬人理人 如果你对人没有帮助 甚至是害人 那 那个也不善啊 那你对人不敬 但是对他有帮助 那也是善 他说 这个 赞叹人跟骂人 那赞叹就是善 也不一定啊 你赞叹的不对 反而是害人喔 反而给人毁掉了 那骂人啊 你看骂的对不对啊 骂的如果对他有帮助 那是善喔 所以这个 这个都要深入了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 才知道怎么去修 这个口验 就是这个口验 所以我们有对 特别对象 还有一般人 一般人 比如说 你对儿女 那当然你要叫他呢 那你 你就不能对一般 一般的人这样啊 拜托拜托你这样啊 这样啊 好不好啊 这个也怪怪的嘛 是不是啊 那这个 父母啊 爱护儿女啊 那老师 爱护学生啊 有时候难免都会有职辈 所以这个也都看对象啦 看对象啊 那么你讲话的 比气 态度 这个也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那么总之这个恶口就是 这个恶口啊 就伤人的话 那么不要讲一些恶毒的话 有一些父母不会教小孩啊 骂小孩啊 都骂一些恶毒的话 那个就恶口 不好 那你骂是骂他 把他指出他不对的嘛 那比较严肃的去跟他 告诉他 那不要去骂那些 恶毒的话 像以前我也听过 有一些做父母 哎哟 骂那个恶口的话 骂他去给车撞啦 怎么样 那个时候恶毒的话 那不要骂那个 骂那个时候恶口 那就不好 那你骂就是 你要骂的有道理啊 不能乱骂啦 所以这些都要学啦 那么那些人犯了这些过失 我们也不见怪啦 因为没人教他嘛 所以 无量寿经佛语给我们讲 先人不善不是道德 无有余子 数无怪也 都我们的先辈 父母长辈 他们不善 做错事 就因为没人跟他讲啦 没有人教他 所以他不知道 那就不要去见怪啦 那最重要啊 就是慢慢去辅导他 往正确的方面来做 我们再看3 人与人相处 眼里占的分量极重 眼里是德行的表现 一个人德行如何 从眼里表态动作上 就能一目了然 那的确啦 人跟人相处啊 这个眼里啊 这个占的分量啊 就很重要啦 眼里也是德行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 你讲话呢 有分寸 那么 也表现了 你的德行 表现在这个眼里上面 所以 观察一个人的德行 是如何啊 从眼里表态动作上 也就能看得出来 四 要如何积功累得 佛菩萨教导我们要柔和爱与 这是计重必须的方法 这个柔和爱与啊 特别一个人他遇到 这个很伤心的事情啊 不幸的事情啊 那这个时候啊 很需要啊 有人啊 以这个柔和爱与来安慰他 来安慰他 来安慰他 让他的心啊 能够得到安抚 这个是 祭众啊 这个 救济啊 众生 必须要的 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人总是 希望 听到啊 一些爱语 那么这个爱语啊 我们要辨别啦 不是发言巧语啦 就是 真正啊 对他 有帮助的原理 爱抚的原理 那 比如说我们要欠一个人改过 你用柔和的爱语来欠导他呢 他就比较容易听得禁忌 比较容易接受 如果用胸巴巴的 然后 去指责他呢 他 纵然知道自己错了 他也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 柔和爱语 这个就 就非常重要 那么有一些人都有 恶口的习气 那么我们 总是啊 不要跟他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不好 我们就不要跟他一样 这个 他用恶口 你用柔和爱语 去跟他应对 久而久之啊 他也会受感化嘛 所以柔能胜刚嘛 柔能胜刚 这个老子讲的 你看啊 蛇唇齿王啊 这个牙齿就很坚硬嘛 这个好像很刚强的 很坚硬的 但是我们人老了都牙齿先掉 像我现在掉了 快掉光了 但是舌头还在啊 舌头还在啊 舌头不会掉 牙齿掉光 他舌头还在啊 蛇唇齿王啊 那个最硬的 都先没有了 所以 根据这个现象啊 老子讲 罗洛胜刚强啊 这个也是事实真相啊 每一天啊 讲一些好话 柔和爱语啊 也是度众生的一个 方便 一个方便 因为人总是 喜欢 纵然自己是恶口习气啊 你恶口对他 他也受不了 他还是喜欢人家 柔和爱语对他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 所以度众生 我们要 这个 柔和爱 这个就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特别我们讲话呢 要考虑到对方他 能不能接受 重要是欠他 为他好 也 要看对象 看交情 交情不够啊 他有错 你也不能欠 欠了可能他以后就跟你疏远了 他跟你疏远 所以交情不延伸 这个常理纪要讲 交情还很浅 你对他还不是很了解 彼此都不是很了解 不要跟他谈这个太深入的话题 交情不延伸 那么总之我们用柔和爱语啊 来跟大众接触 让别人啊 听到啊 心里啊 很安慰 很舒畅 这个也是积功累得 积功累得 积功累得 有义务帮助 并成就学生 所以学生有过失 一定要指责 因此 说你过失的只有两种人 一是父母 二是老师 这一条 这个一条 就是讲 老师有义务帮助 并且成就学生 这个是一个义务 所以学生有过失 老师 一定 要自责 要把他指出来 那么 执就是执辈啦 执辈 也就是欠他呢 以后不能再犯这个错 因此啊 说你过失的两种人 这个过去古代 只有两种人会说我们在过失的 第一个是父母 父母看到儿女也错啦 他就要指责啦 他就要指责啦 那第二个就是老师 老师有义务帮助学生 帮助他改过 一个父母一个老师 这个是义务 所以做老师 不能 不记 指证学生的错误 做父母的也不能不教儿女 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 做老师教好学生 就是功德无量啦 就是积功雷德啦 那么把儿女学生教好了 也就是复活习灾的根本啦 因为人教好了 他就不会做坏事不造恶业 灾难是造恶业来的嘛 那不造恶业就不会有灾难了 所以这个教育还是习灾的根本 我们再看六 朋友 同学 说过诗 顶多是两次 你还是不改 就永远不再说了 说多了 会变成冤家 以后对你是敬而远之 远之就不是不与你共事 你在社会上做任何事业 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所遇到的是 与你有利害关系的 你没有道义上的朋友 所以德行言语不能不学 德行的落实 就是十善意道 那么这一条啊 讲到朋友同学啦 那么前面一条讲到这个 儿女学生 这个关系也不一样 那前面这一条讲啊 是过去那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 儿女学生 儿女不听父母的学生 不听老师的 那现在呢 父母跟老师呢 对这个儿女学生 就好像朋友一样了 就好像朋友一样 所以过去 先师敬老和尚在台中联社求学啊 他也看到李老师他的教学啊 有的学生呢 换错啦 有打有吗 当然那个打不是说打的受伤 他用那个扇子啊 打你啊 那个扇子打你啊 那骂就直辈了 就是比较严厉的去直辈 那对有的学生啊 他就很磕磕唧唧 他犯错了也不讲他 那当时啊 我们师父当时还年轻啊 看了也是有疑问嘛 那好像老师好像 蛮不公平的 对这个就比较好 对那个就比较不好 骂来骂去的 后来老师也知道他的疑问 所以跟他讲 他说呢 他要看人啦 都是学生 但是也要看 他能不能接受 如果不能接受 你去讲他 他就跟他结宴啦 要看看 看对象 那如果呢 能够接受的 那真的是 错了他就有打有罢 所以 但是他说过失啊 这些也没有第三者在啦 都是把他叫到那个 这个没有第三者在 然后才会指证他的过失 不会在这个大庭广众 然后就继续 把他的过失堵出来 让他下不了台 也不会这样 但是呢还是要看对象 看对象 因为学生啦 特别现在学生 现在也没有真正老师跟学生 现在真的是 父母不像父母 儿女不像儿女 老师不像老师 学生不像学生 现在如果说能 过得上朋友 那就算不错了 那么 以这个朋友同学来说 说过失顶多是两次啦 就不超过三次 那么同学朋友啊 也有欠欠的义务啦 你是朋友 是同学 你知道他错了 你有义务去欠他啦 但是欠呢 就是有一个限度 如果两次他还是不改 那就不要再说了 因为再说呢 真的会变厌家 因为你说多了啊 他就嫌你啰嗦啦 他就讨厌你了 他就对你了 就敬而言之啦 就敬而言之啦 就疏远你了 就是不跟你共事啦 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啊 他也不会来协助啦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 所以有一些人 你欠了 那么欠啊 有一些人你可以讲得比较直白一点 他能听得进去 有一些人你还不能讲得太白 你还只能啊 点到为止 看他能不能去体会 不能体会啊 你也不能讲太多啦 讲太多真的得罪了 现在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 的确是这样啊 我们人与人相处啊 这个相处之道 所以你得罪的人多 当然帮助你的人就少了嘛 所以这个原理啊不能不写 我们再看下面啊 第七啊 若离二口就得到八种敬业 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讲 离二口啊 这个 就能得到八种敬业的果报 我们看七 第一言不拐度 度就是分寸 言理如理如法 合情合理 恰到好处 言理过分 显得巴结人 讨好人 言辞不及 显得傲慢 瞧不起人 这都不好 这个离二口啊 那么这是第一种敬业 会得到第一种敬业 对 第一种敬业是言不拐度 这个度就是我们讲说话有分寸 说话有分寸 不会讲得太超过 也不会讲到不急 那么该讲 那讲到恰到好处 这个言理啊 讲起来很合理 很合法 合情合理 这个讲得恰到好处了 这个叫言不拐度 离二口啊 会得到第一种敬业 那么讲话如果 太过或不急啊 如果讲得过分啊 显得巴结人啊 讨好人 好像对人啊 特别赞叹啊 特别太过了 那就显得 好像呢 你有什么用意啊 那个也 不适合了 那言识不急啊 想得傲慢 那有的人啊 他该讲他不讲 那让人家想到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慢 好像很瞧不起人 所以这个话呢 讲得太过或者不急 都不对都不好 应该啊 要适中了 该讲就讲 不该讲就不要讲 就恰到好处 那这个是离二口啊 那么就会得到这样的 第一种敬业 那这个就是敬业 因为我们说话 如果能够言不拐度啊 那我们心就会清静 我们常常会讲错话 心里也蛮懊恼的 那心就不清静 我们再看八 第二呢 言界利益 无意之言 佛法 称作戏论 就是世间人讲的开玩笑 而诸佛菩萨 修道之人 没有戏论 这个是离二口 得到第二种敬业 就是言界利益 说话这个言理啊 对人都有利益 对人有利益 当然对自己有利益 不会去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对人没有帮助 没有利益的话 那不会去讲这些话 那么如果无意之言 就是讲一些话呢 对人也没有帮助 对自己也没有帮助 那个叫戏论 戏论范围就很广 那么这里讲开玩笑 这个我们一般懂 有时候跟人家开开玩笑 这个叫戏论 其实啊 这个戏论 就涵盖所有 没有利益的原理 统统叫戏论 包括我们写佛也是一样的 讲一些 比如说这个 讲佛法啦 讲的天花乱坠啦 这个 谈弦说庙啦 实际上我们也做不到 讲这些 对大家也没有帮助 也没有利益 那就变成戏论了 这个戏论范围很广 很广 就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利益的话 那么这个开玩笑啊 那么有时候这个 我们一般讲 有人讲话比较幽默 比较幽默 那么圣人啊 在世间的圣人啊 像孔子啊 有时候会幽默 但是那个圣人啊 幽默他是 不会像我们 是世间一般人 像孔子讲 杀鸡 焉用牛刀啊 那就是幽默的原词啦 所以 讲话有一些幽默 那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 调剂人情啦 这个 也是可以的啊 那如果常常讲一些没有意义的原理 那就 就就就就 变成戏论啊 变成戏论 那么诸佛菩萨呢 修道之人没有戏论 佛呢 他不讲会话了 那他讲话 总是对众生有帮助 有利于他在讲 那对众生没有帮助的话呢 他不会说了 他不会讲 这个就关系到讲经说法了 那么讲经说法呢 这个不容易 这个要观机斗教啊 看众生的根基看对象啊 因时因地因人啊都有不同啦 这个就 比较比较困难一点 那么佛菩萨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环夫讲经啊 那这个是 就是的确也是要 相当的经验跟学习啊 那这样啊 我们讲了一些 对大家才会有帮助 不然就对不起人啊 人家呢 播这个时间啊 来听经啊 那这个讲了半天啊 对他也没帮助啊 那这个对不起人啊 所以就不能讲细论啊 不能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啦 讲一些开玩笑的话啦 所以 这个过去啊 也有法师啊 那喜欢讲一些开玩笑的话 那听众很多啦 那很多听众他喜欢听这个啊 你听那个正经的讲经 他没兴趣啊 那听这个呢 他他听得容易懂啊 好像娱乐一样 好像听这个娱乐一样 但是呢 对大家没有帮助 对大家没有帮助 但是呢 听得大家 听得觉得蛮欢喜的 就有点像伐仲其宠啦 但是对了没有利益 那就变成细论 变成细论 我们再看9 细论与幽默不一样 世间人的幽默不见得是 对对方 对社会大众有利益 而圣贤君子 是粗言成责 说出来的话 都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准质 这就是利益 利益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得清净心 帮助我们断烦恼 长智慧 这是真实利益 这一条也是给我们说明细论跟幽默的一个区别 细论跟幽默是不一样的 世间人的幽默不见得是对对方 对社会大众有利益 世间人 我们看社会上很多人讲话很幽默 大家听得很喜欢 但是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 但是圣贤跟君子在世间的圣人贤人君子 这个有三等 圣贤君子讲出来的话 粗言成责 说出来的话都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一个准责 大家都能够去奉行的 你照这样去奉行你就得好处 就得利益 这个就是利益 利益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得清静心 帮助我们断烦恼 长智慧 这是真实利益 这些真实利益 像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讲了很多开示 也都是对我们有利益 这个利益就帮助我们心清静 帮助我们断烦恼 掌智慧 比如说我们老上常讲 你被人家骗了 你骗了 你也心安理得 不要懊恼 这个这个 总是离不开英国 可能过去是我们骗他 现在还在 就不要去计较 如果过去是没有欠他的 这次他骗了 将来他要烦 还要加利息 像这一类的一个开示 还有就是说 帮助我们断烦恼长智慧 断烦恼无悔就劝我们放下 比如说他老人家常讲 钱放在口袋是自己的 放在银行不是 这个房子今天我住是我的 明天离开了 那就不是我住 衣服穿在我身上是我的 没有穿在身上不是我的 那这个也是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看破忘下的 那实际上也是这样 那像讲出来这些开示 这些原理 理解也是帮助我们修清静心 因为心为什么不清静 就看不破忘不下 样样执着 样样计较 那心怎么会清静 烦恼不断的增长 烦恼增长那就没智慧了 烦恼清智慧才长 那么这个是真实利益 所以有一些法语开示 我们就写下来 饶上他自己有毛笔血 或者我们把他印出来 做成书签 那些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粗言成子 那我们常常看 作为我们的座右鸣 无论在待人 处事 接物 或者我们修行 念佛方面 都真的有真实利益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再看下面 十 第三 言必弃离 离是真理 圣玄君子决定没有背离之言 决定不违背真理 契就是契合了 离就是真理 那么真理只有一个 圣玄君子决定没有背离之言 就是讲的话绝对不会违背真理 讲的话决定是符合真理 讲的话决定是符合真理 就是符合事实真相 这言必弃离离 那么这个也是离二口 第三种禁义 我们一般讲经讲 弃弃迹 弃就是不违背真理 这一条也非常重要 这是要修离二口 离二口我们就会得到第三种敬业 言必弃离 讲的话决定合乎真理 合乎道理 十一 第四 原词美妙 这不是只说话的音声好听 音声好听固然在其中 但美妙有更深远的意思 就是让人听到欢喜接受 且有悟触 所谓是金玉良言 现在人讲的合情合理合法 这是契机 能净化人心才是真正美妙 这个言词美妙 我们不能误会 以为说讲话的声音很好听 好听固然在其中 所以这个美妙 这个美还有个妙 如果只有美 那没有妙就不妙了 这个 所以叫美妙 美妙有更深远的意思 就是让人听到很欢喜来接受 而且听到他会有悟触 帮到他开悟的人 我们一般讲所谓金玉良言 这个金玉良言自古以来 常常有用这个 这四个字金玉良言 那个良言良善的言语 像金玉一样那么宝贵 也就是说宝贵的这个善良的言语 那我们现在来讲 这个讲话呢 合情合理合法 这个很契机 契合大家的机 契机就是说大家喜欢听 而且听了呢 他又能有悟触 又喜欢听 心得到清凉 净化人心 那么这样的言词才是真正美妙 十二 第五 言可成灵 成与灵都是接受的意思 不仅是接受 而且是翻喜接受 言与温和自然 能让对方深受感动 永远不忘 这是成功之处 这是第五种敬业 言可成灵 言理可以让大家 承受 领受 那么 成跟灵 这是接受的意思 就是 话讲出来大家都能接受 那么不仅是接受 而且是翻喜的接受 接受的很翻喜 圆里温和 自然能让对方深受感动 永远不忘 这是圆里的这种力量 能够深深感动人心 让人永远不会忘记 那么这个是他讲话成功之处 所以 同样一句话 那这个人讲了 人家怎么接受 另外一个人讲大家都不接受 同样那一句话 那这个就是 个人修的不一样 所以有恶口习气的人 那你讲这句话 人家听了 就不接受 同样一句话 没有恶口的人讲 人家就接受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这是离恶口第五种敬业 言可成灵 讲的话大家都能接受 13 我们要想帮助一切众生 断恶修缮 但自己的恶习气 恶毛病还改不了 如何教人 那么这一条 也就是要帮助别人 先帮助自己 自行才能够化他 自利益才能够利他 必定自己先得利益 那么也才能帮助别人得利益 这是必然的了 我们自己都得不到利益 那想要帮助别人得利益 也做不到 这是事实真相 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学佛也要务实 也不能说大话 你那话讲得很大 要度众生 种种的 自己都度不了 那怎么去度众生 这个是做不到 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和尚 曾经对误导讲 对我讲 他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去欠人 我们还做不到 你去欠别人 别人他质疑你 你要欠我 那你自己都做不到 所以过去先师敬老 教我们讲经 用什么样一个态度 上台讲经不是欠别人 下面听众都是老师 善知识 那欠谁呢 欠自己 欠讲的人 自己欠自己 那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的确我们凡夫 我们凡夫哪有资格讲经 成了佛才能讲经 我们是在学习 不是说在讲经 在学习 学习佛讲的经 所以上讲台 主要是欠自己 那么自己欠好了 那也才能帮助别人 这个也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恶习气 恶毛病 这个这个 我们自己还改不了 就不能去要求别人 就不能要求别人 那必定自己做到了 那才能去教人 就要求别人 十四 直辈人的话 也要用柔和的态度 言语来表达 别人的感受会不一样 也会感恩于你 这就是爱语 那直辈人的话 这个也不能用 不好的口气 就是要柔和 诚恳的态度 用这样的原理来表达 我们对他的爱护 让对方能够感受到 我们真正是 爱护他的 那不是找他麻烦 那如果用的态度不好 讲的话口气不好 让对方 以后你在诽谤他 找他麻烦 那得到很效果了 所以这个原理态度 这个非常重要 责辈人 主要是欠贱 这个责辈一般都是 长辈对晚辈 父母对儿女 老师对学生 叫责辈 那如果对一般的朋友 是欠贱 我们对长辈也是欠贱 对一般朋友也是欠贱 所以这个爱语很重要 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再看十五 第六 言者信用 你的心诚实 说话就能令人相信 不但是表现在言语中 一定要表现在事实上 言而有信 这个也是离恶口的 第六种敬意 那么言而有信 这个跟不妄语 都是有相关的 在五戒里面 它只有一条不妄语 但是不妄语它里面 包括不两舌 不恶口 不奇语 包括这个 那么你 永离恶口 也就是也不会打妄语 所以言者信用 讲话就是信用 你的心诚实 心真诚 说话就能令人相信 大家能够信任 信任你 不但表现在言理 也要表现在事实上 有经落实 你说到做到 那这样才算吧 说了做不到 那就变成没信用了 变成打妄语了 以后再讲话 人家就打个问号 到底靠得住靠不住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在我们生活当中 言而有信 言之信用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离恶口 要离恶口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 这个恶口业 相当 相当严重 这个恶口业 骂一些不好听的话 那个很恶毒的话 不清净的话 那这个也是 都是恶口 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祥和了 这个 就必定啊 贞颂很多 一个严字旁一个竞争的贞 贞论 贞颂就很多 这个我们特别 在这个 这个台湾这些政坛上 这些什么议会 立法院 看那些人 那个执行都是恶口 那都是恶口 都是妄语两识 恶口其语 那口也照尽 那这个 你说这个社会怎么会和谐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所以我在这个 在18年 我就是 那时候在提倡公投 我也提了三个案 那有一条 就是嫌疾 不能互相挖舱疤 那就是 只能赞叹 说对方的好处 那你提出你的政策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这样就好了 那不要去挖舱疤 把人在 你平常他都不挖 特别在嫌疾 那外面几个老婆都把他挖出来 那你平常就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挖出来 这个就很不好 这个是为了嫌疾 你不是为了公益 不是为了嫌疾 所以这个对国家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 应该隐恶扬善 那世卫风气才会好 现在是隐善扬善 当然大家都学坏 越来越不好 我们再看第16 古圣先贤也有被信的 但这不是过失 一切要以道义为标准 而符合道义 决定要守信 决定要做到圆满 这个被信你要看情况 比如说你答应人家 去抢劫 去当小偷 你要守信用 那就干坏事了 像这个不合理的 有时候你被逼 不得已去答应他 但是你可以不去遵守 这个诺 因为那个是坏事 另外还有一个合乎礼 合乎常礼的 像这个古时候 有一个伟生 他跟他的女朋友 约会在一个桥下见面 他很守信用 看到那个山红包洪水下来 他就不跑 他说他一定要守信用 一定要等到他女朋友来 跟他碰面 他才能走 结果被合水冲走 被淹死了 那这个 这个 当时这种情况 他没有在那边 那个不是说不守信用 因为那个是 你在那边守信用 你也见不到 但是真有这样的人 真有这样的人 所以这一条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条 都有那个正面防面的 这个我们都要通前答辩 不能你碰到事情 都不晓得该怎么办 该怎么取舍 像孔子又 像那个洋货去找他 他就 债给他说不债 等到他离开了 他在弹琴 那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因为他 那个人不是好人 来照他就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也看情况 所以这个论语啊 常理举要 这些都要学了 如果你没有学这个常理 都没办法办事 因为事情啊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当中有不对 不对当中有对的 你很难就是说二分法 不对就不是对的 对的就不是不对的 那叫边见 落到边见去 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 特别是常理举要 这些都要写 我们再看17 第七 言无可积 积就是议论 批评 你的言语是正确的 没有人能批评 古人非常重视言语 所谓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言语不能不谨慎 话多绝不是好事 话多的人容易败事 这个弟子归也讲 话说多不如少 那么 孔子也讲 言多必失 就话讲多了 我们凡夫啊 必定会有过失 那么毕竟不是佛菩萨不是圣人 话讲多了 肯定会有一些讲错的 所以话说多不如少 那么少也不是说叫你都完全不能讲 就是要恰到好处了 该讲你就讲 不该讲不要讲太多了 就是适可而止这样就好了 适可而止就好了 那么这样就不会被人家批评 不会给人家议论了 有时候呢 你讲到一个适可而止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加个一两句 那问题就出来了 那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我们也常常听到 这个讲话 我常常给同修讲 我说你后面那句话不要再讲下去 那就是很严满 再多讲一句 那就落入一个把柄 所以并从口录或从口出 这个讲话也不能不谨慎 因为过去我也是常常讲错话 这样很懊悔 那也说不回来了 这个特别在讲经的时候 那讲经呢 现在很麻烦就是前面那个录影机 那个很麻烦 那个很恐怖的 那个很恐怖 以前啊 我们老奥上常常给我们讲 有时候他要讲一些 如果你要评论到 针对某个人的事情 他对内部交集 我们要录音机要早餐开始要按 不准按 按下我就不讲了 按要录下去你也把他流通出去 那就天下大乱了嘛 所以以前李老师在台中联社也是 对内部学生开始不准录音 就讲完出这个门就不再提了 那这个他才能讲一些比较重要的 讲一些真话 那这个如果像现在这个录影机 那你讲的总是要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不能讲出来啊 那个得罪人啊 而且这个得罪人啊 那个 还永远变成记录 这个很麻烦啊 所以话说多啊 容易败事啊 这个也是事实 十八 第八 严禁爱药 药是爱好的意思 你所说的言词 别人都欢喜接受 事出事间的所有事业 无论大小 绝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领导这个团体 而开会沟通 离不开言语 如果领导人跟大家宣布他的想法 看法 做法 大家听了不欢喜 如此事业就不能成就了 所以这个第八种敬业 离二口得到第八种敬业 就是颜禁爱药 这个颜啊 这讲话大家都很喜欢听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听 翻起来接受 我们在初世间所有的事业 办佛法 或者世间法 这些事业 无论大小 的确不是一个人他能够造成的 像我们做一个法会 那也有很多人 那我们晚上在讲经 要有一些人 准备各方面的 所以你要大小的事情 离不开众人的力量 那也不是一个人他所能够成就的 要众人 那只是说在众人当中要有一个主导的 领导的 那么大家发心来配合 来共襄圣集 然后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完成 所以 这是 四处四间法都是一样 那么领导这个团体的开会是免不了 开会也是我们要办事 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方式 开会 那么如果这个领导 主导的人 他讲出他的想法 看法做法 如果大家听得不喜欢听 这个事业就不能成就 那有一些人他的确不会讲话 那但是他心 心也很好 他心不坏 他也不会算计人 也不会去害人 就是不会讲话 那讲出来的人 听得就很感冒 听得就不欢喜 那他 他什么事也都办不成 他的事情就办不成了 所以这个 第八种经验非常非常重要 要成就一方事业 这个不能没有 我们再看十九 言语要从什么地方培养学习 都在日常生活之中 见到别人说法 就是练习的场所 要多观摩别人 发现别人的毛病 而不能包容 轻易批评毁谤 这是早夜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我们讲话呢 也是要有一个环境让我们来练习培养 那么在哪里练习呢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那我们看看别人说话 也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场所 那说话呢 有的人说的比较正面的 那我们要学啦 那有的人讲的就 比较不好 那我们要避免他的缺点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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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学习的 那像那个 我看那个星雲大士 蛮会讲话的 所以他妙能盖那么多 不是没道理的 蛤蛤 蛤蛤蛤 他讲话的 也不急不反 那也是这个 他说这个 讲到那个文凭啊 他说现在呢 人家都看学历啊 文凭啊 你是什么博士啊 什么学历 他老人家就讲 释迦摩尼佛跟耶稣都没有学历啊 大家听了 是啊 释迦摩尼佛谁发文凭给他 耶稣谁发文凭给他 但是大家统统跟他学啊 他讲了 人家听了就 哎呀 这个这个哎呀 很有道理啊 那也会费心一笑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这些 我们看他讲话呢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学习的一个地方 所以 这个好的方面呢 我们都笑话 学习 不好的我们要自己避免 都是帮助我们的 两方面都帮助我们 今天时间到了 那后面这个 还有三条没讲完 下星期再来学习 祝大家 这个新春吉祥 福慧增长 这个 法喜充满 一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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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